嗨大家好我是曼生 今天这个视频本来呢只是想分享我前阵子去日本这边的理发店 就是那种比较专业的美发沙龙里面买的那种沙龙专用的产品 但是呢鉴于这些东西啊它有一部分会比较难买 就是有一些产品它可能是必须要在那些它签约的美发沙龙里面才有卖普通的药妆店啊 或者是淘宝代购它可能会买不到 所以呢如果这个东西实在是非常小众的话 我就会拿我在那之前就我平时会用的药妆店能够买到的一些东西 也一起分享给大家 我本来以为今天这个视频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少啊 因为我之前不就是出了名的不会弄头发嘛 因为不会搞头发 所以我其实一直觉得我也没有买多少在头发上面的那些产品 就是没有花多少心思在头发上 结果我就前几天我要写脚本的时候不是要列那个产品清单嘛 列完清单之后就发现还挺多的 但是到这边为止我心里的想法只是哦还挺多的 然后等到我刚才要拍视频的时候 就是要把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搜罗起来放到一起之后 天呐居然有这么一大像我自己都惊呆了 就真的很夸张的那种程度 我都开始怀疑可能接下来的两年 就是在我毕业回国之前 我都不一定能够把它们都用完 理论上来说这么多东西 我是不是应该啊就赶紧每一个都写好脚本 然后把重点非常清晰的拎出来 然后飞速的过完一遍 然后这样视频就不会太长 但是我就是说我接下来再也不会再在意我视频的时长了 我真的就是喜欢长视频 而且这些东西因为平时不是很常见 所以我真的希望能够把它所有的特点优点缺点 全部都给大家讲清楚 因此这个视频真的会很长 那如果你是和我一样喜欢长视频的姐妹们 请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好吗 你们多跟我互动多跟我聊天 然后我才能知道你们喜欢看长视频 然后我才会录长视频 顺便这边想要感谢一位姐妹啊 就之前我不是给大家发了一条动态安利我特别喜欢的 然后有个姐妹就在那条动态底下给我安利了一个博主叫米奇科宁 感谢这位姐妹米奇科宁已经晋升为老罗之后的我目前的电子榨菜了 她的视频真的就是很长很长 基本上都是那些合集类的视频而且一个视频里面会有很多个产品 它也是每一个产品都说的非常的仔细非常的详细 而且你可以从它的视频里面感觉到我身上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的 对于化妆品对于护肤品的那种热情那种激动的心情 感谢这位姐妹我们来虚空握个手 好了接下来真的要进入正题了啊 我就按照那个平时我洗户造型的一个顺序来给大家介绍了 首先呢是洗发露 洗发露呢现在我手里在用的有两款 一款是之前在美发沙龙里面买的 是这一瓶 那牌子呢就是这个System 这个牌子就属于大众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呢在美发这个圈子里面就还蛮火的 我上次去理发店呢买的好几个东西都是这个牌子 因为他们就属于那个理发沙龙啊 他和这个牌子签约了 所以他们那边很多很多这个牌子的产品 然后这个呢是我国内的姐妹寄给我的 他当时这个底下还有点水呢 刚从浴室里面拿过来 他当时寄给我的时候是说 他用这个洗发水长了头发 就这同志们你说我听了之后能不心动吗 虽然说这个牌子呢我也没有听说过 然后我把我姐妹当时她发给我的那个长头发的照片放在这里 也不是说就你们就买了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日本的洗发水呢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 就是因为樱花妹呢 她们基本上都是每天都会洗头的 再加上她们喜欢的那个头发的那个效果 她们就不喜欢头发喷喷的 她们喜欢头发很服贴 就是一根杂毛都没有 所以你真的很难在日本找到一款 蓬松 轻盈 并且控油的洗发水 所以我之前哪怕是买那种药妆店的 那种开架的洗发水 我也会特地去挑 不是滋润的那一款 这两款洗发露呢 虽然说她们 这是八百干的打不着的两款洗发露啊 但是呢 我觉得洗感上面是稍微有一点点相似的 她们都是那种很容易起泡 然后冲完之后呢 会留一点点那种滋润的感觉 但是呢 你吹头发的时候 是不会感觉到任何黏糊糊啊 湿答答的那种 就一下就吹干了 这一款啊 因为它是那个什么红深的洗发水啊 所以它就是你能想象到的 就是中药的味道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中药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药味的话 你可能会不太喜欢这一款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比较正常的理发店的洗发水的那个味道 这个牌子的洗发水 它有很多个系列啊 就是从非常滋润到蓬松的 然后我是买的Volume 就是那种 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更多 更轻盈蓬松的那种 我本人的头发真的是非常细软 它的那种 而且像现在 我的头发这个长度 它底下其实已经开始重了 就是会把那个发根往下拽 然后还能有这个程度的蓬松度啊 我没有在发根用任何的蓬发产品 所以我个人感觉 它这个还是真的很蓬松的 那如果这款你买不到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我之前用了很久的一款 非常开价的欧美系的那个洗发水 就是这个牌子 如果你关注我时间比较久的话 这个真的是老朋友了 同志们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很开价 然后又是完全无规油的那个洗发水 所以它的洗感真的不是特别好 洗完这个可能会觉得你头发特别的色 所以这瓶洗完之后 我个人觉得是一定要用护发素或者是发膜的 然后下面这个发膜呢 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理发师给我推荐的 因为我那个洗发水不是用的蓬松控油的那一款吗 所以它就跟我说 发膜的话就最好用滋润一点的 打开里面它这个发膜的质地呢 还是比较厚的 我个人感觉挖起来 固体的感觉会比我之前用过的其他的那种发膜都要强 之前在用的两款药妆店买的那个发膜 一个是这个斯贝奇的零秒发膜 然后这个呢 也是今年秋天新出的一个酸热修护发膜 这两款呢 都属于质地不是很厚重那种 你搓一搓就延展性很强的 但是这款呢 就是有一点阴影的那种 所以它的用量会比这两款都少 我每次用的时候呢 就是把头发上面多余的水分给挤掉 然后涂在耳朵往下的位置 等五分钟之后再冲掉 这个时候它和其他的发膜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来了 我在用这两款发膜的时候呢 是能感觉到冲了好久 依然那个头发是有一点点滑滑腻腻的那种感觉 就包括你的手 在那样子顺头发的时候 你的手上也会感觉有一点滑滑腻腻的 但是这一款就剩十几二十几秒 你就真的只冲一下下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头发上面冲不下来东西了 就是润并且完全被吸收了的那种感觉 当然也不是说这两款发膜就不好用啊 这个斯贝奇的零秒发膜呢 我觉得直头发卷头发都可以用 但是我比较推荐给那些头发特别容易榨毛的人 因为这款呢我觉得 这款我个人觉得它的质地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厚重的 就是你虽然很重啊 但是它会让你的头发容易变塌 这款酸热的今年秋天新出的话 我比较推荐给直头发的人用 因为它这个酸热发膜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后续在用那个吹风机热风吹头发 或者是拿纸板加的时候 那个温度不是会比较高吗 它在那个温度高的时候它是会更加好的起效果 涂塌然后等三分钟 然后把它洗掉 把头发弄干之后 再拿那个加板加一加的话 它的效果会得到最大的发挥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进入洗后护理的环节 这个环节就是非常的复杂了 我大概按照质地把它们分了一下 就可以分成水状乳状和油状三个大类 首先是水状 这个环节呢 我目前手头有的就只有在理发店买的这一瓶啊 牌子也是一样的它的名字叫做Lipid Booster 这款呢是用在你洗完头之后 头发还没干的时候 把它用力摇匀之后 喷在你头发也是中下部比较靠近发烧的位置 以前我的头发是非常软的那种 但是烫过之后呢发烧这个地方 它就会摸起来硬硬的 然后很毛躁的那种感觉 只要它喷到的头发 那个发烧就会变得非常的柔软 并且不会让我的头发全部都并在一起 感觉吹不干 我不知道它对于那种天生特别粗硬的头发 有没有效果啊 但是如果你是经过染烫 然后让你觉得发烧那一段特别硬 特别粗糙 有点像钢丝球一样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我觉得效果真的很不错 虽然我手里水状的只有这一款啊 但是呢我有一个乳状的 是这个牌子的 如果你关注我时间比较久的话 这个应该也接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发乳在日本其实很少见 在日本这边比较火的是它水状的那个版本 叫棉洗美发浸透液 那个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也有买过一瓶 我当时两个乳状和水状的我都买了 个人感觉使用感是差不多的 就是香味也差不多 然后对头发的滋润程度也差不多 这款呢我觉得它的滋润和修复的效果 要比这个要差一点 但是同时也更加轻盈一点 并且因为它是挤穿的那种乳状嘛 所以你在抹的时候就比较好控制 它涂到什么地方 像这个喷雾的话 它就可能你不小心喷歪了 或者是你挤的时候力气用的不一样大 有的时候它其实并不能非常精确的喷到 你想要它在的那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非常自然的进入 这个乳状的护发产品这个环节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讲过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款 这个呢如果你看它的产品名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 它虽然是一个褶状的挤出来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褶状的发油 它挤出来是这种透透的白色 然后流动性还蛮强的 哎呀你这样流走了 然后味道呢是那种淡淡的花香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它搓开的时候滋润的感觉还是蛮强的 有一些护发产品啊 就是你涂的时候你感觉涂上去了 然后头发还不错 但是等你头发干了之后它消失了 就好像没涂过一样 但这个就不会的 它是可以保留在你的头发上的 我个人感觉只要你不是那种就特别炸 特别干的头发 用这款应该都会看到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最后呢就是发油了 然后我手边现在用的比较多了 就只有这款发油 然后大家可能要开始怀疑了 我一边说着啊这个是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发油 然后一边就只用了这么一点点 是这样子的朋友们 因为这个牌子呢 拉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三号 看见没有 这个牌子的发油它其实是有三种 一号二号和三号 其中三号呢是里面最厚重的 就是最滋润的那一款 我当时买它的时候应该已经一年多以前了 在那个时候我的头发是直头发 一点都不炸不干也没有受损 所以我几乎是用不了这个发油的 因为用完之后我的头发就会病在一起 都吹不干 那我为什么还要买它呢 因为它是桂花味的同志们 桂花味 而且只有三号是桂花味的 一号和二号虽然比较清爽 但都是别的味道 什么橘子味 柑橘味 这个就是真的是桂花 我当时刚刚买这个发油的时候 我在网上发 包括我在淘宝上面去找 都没有人在发的 没有人在卖的 然后前段时间我准备做今天这个视频 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就又跑到社交平台上面搜了一下 然后就发现 哎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火了 就是有一种自己的宝藏 突然之间就被大家知道了的那种 就还蛮开心的 但是又有一点点失落 就是哎我的宝贝怎么你们都知道了 首先它这个桂花味 我个人感觉是还原的 并且它的流香时间也是OK的 就是你把它涂到发烧之后 你的头发一整天都是有那种 若隐若现的桂花的香味 啊等一下我好像漏了 等一下 对这个这个发膜啊 我刚才忘记说了 这个也是桂花味的 它是比较甜的那种桂花味 而且是桂花味里面夹杂着一些柑橘香 就不是纯的桂花 但也是蛮好闻的啊 然后它的流香会比这个发油更强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用量更多啊 我每次用这个发油的时候 基本上就只是混在其他的发乳里面 滴那么个两三滴 然后我的头发就会有一股 隐隐的桂花的香味 就真的中国人狂喜 你最好不要等头发已经快 干的差不多了再用它 最好在头发湿一点的时候 或者你就干脆跟你发乳一起用 发乳里面挤那么个两三滴 啊这样子用起来 我个人感觉会比较好 真的同志们 如果你喜欢桂花的话 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一款 真的很厉害 我买这个发油的时候 应该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去吧 那个理发师还不太了解我 现在我去的时候 他已经这种油 他已经拿都不拿过来了 因为他知道我肯定不要涂 但是那一次嘛 他就拿出来了 然后他就问我 油要不要抹油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 就是已经倒出来了 就脱了在手上了 但是我就跟他说 最好不要 就是你要涂的话 也给我少涂一点 然后就说好的 然后他就整个 就从后面这样 抓上来的时候 当场就是 这是什么牌子的发油 我要买 我当场就要买 我上次去剪头发的时候 我还跟我的理发师说 哇这一款真的 现在在中国特别的火 然后我的理发师就开始 诶真的吗 然后就说 嗯多分 大家喜欢金木犀 他就跟我说 他之前给那些中国的客人 用这个发油的时候 大家马上就 诶这个什么 他就会非常的震惊 就是 好的 然后 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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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已经开始累了 那么赶紧说完 然后下面呢 就是造型的产品 就是 烫完羊毛卷之后 如何让这个卷卷保持住 虽然说 我觉得羊毛卷 真的非常适合 细软它的人群 因为它会让你的发量看起来非常的多 就是很爆炸 但是呢 羊毛卷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就是 你必须要每天都去打理它 如果你不打理的话 只要你睡掉起来 它就会变直 而且呢 它还 我感觉还是蛮需要手法的 你哪怕买了很多产品 你不会用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 我刚开始 刚烫了羊毛卷的那段时间 我头发真的是每天都乱爆炸 真的是磨合了很久 尝试了各种方法 最后才终于 大概找到了 比较适合我的那个 大力头发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的头发 你觉得很心动的话 大家可以再考虑一下 就是 你愿不愿意 每天在你的头发上 花这么多的时间 首先这款呢 是我最推荐的 这是一个泡沫发辣 然后印度式五 挤出来是那种非常非常密 非常绵的泡沫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绵密的泡沫 所以其实你看起来 好像有一大头 但是它本身那个产品的量 并没有太多 并且呢 这种泡沫的话 它可以非常好的包裹你的头发丝 它不像那种乳液 或者是褶粒那种质地 褶粒的话 就是你要把它在手上完全摊开 并且是只有你的手指 你带着那个产品碰到的头发 它才能沾得到产品 但是这个的话 就是我已经有造型过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就是你这样 从下往上去捏它 因为这个泡沫 它是那种蓬蓬的那种体积 所以你往上捏的时候 这个泡沫 它是可以碰到周围的其他头发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然后这个呢 是刚才有捏到过的 所以它就会 那个卷就会比较明显 很多时候我发现 大家烫完卷发之后 就会觉得 这个头发怎么很快就不卷了 因为很多人它烫完之后 就是完全不打理 它每次洗完头发之后 就是直接暴力吹干 但是卷发真的是 你完全什么都不涂之后 立刻吹干的话 它就是会直的 我现在这个头发看起来很卷 但实际上我洗头发之前 它也是直的 反正这款我真的很推荐 它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 那个泡沫真的很绵密 比较好涂抹 比较均匀 而且它 因为这个硬度是5嘛 所以它可以比较好的 保持你这个卷的同时 又不会让你头发变得太硬 我这瓶其实马上就快要用完了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它里面其实已经很轻 然后呢 这两款是我之前在开架的药妆店买的 这个是花王的弹力素 对 这个是弹力素 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卷卷变得更卷 然后更有弹性 但是呢 它跟刚才这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这款呢 是真空包装 它挤出来的泡沫是非常绵密的那种 然后这款的话 它是手按的 然后它挤出来的泡沫也是非常稀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再往下流 所以说它抹到头发上的时候呢 那个水状的感觉会更强 就是会让你的头发变得更加湿漉漉的 并且呢 也因为这个特质 我觉得它就比较难把握 那个正好的那个度 就是你很容易用少了 它只有那个头发不卷 然后你用多了之后 然后你头发就会黏黏的 它用多了之后 会让你的头发那种一缕一缕的黏在一起 像我现在这个头发 我用手指是可以把它梳通的 虽然说因为这种小卷卷 它会比较容易打结 所以会有一点点阻碍 但是是可以梳得通的 但是这种弹力素和泡沫发 如果它用太多的话 你的头发就是梳不开 它到底下就是像胶水一样 粘住的那种感觉 然后包括这款也是 这个我刚买回来的时候 我不太会用它 我还专门发了一个微博吐槽 它真的很难用 有没有看到一个如湿的如 所以说这款呢 它本身就是用来给樱花妹 打造那种湿发效果的一个泡沫发 因此呢 它真的特别容易让你的头发 变成一缕一缕的那种 但是你不想要这种效果也OK 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它的用量 你看就是那种很稀的泡泡 而且你看它往下流的 就是非常的湿啊 所以我每次用的时候 就真的只是挤这么小的球球 然后搓开 然后它就每根头发 粘到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线条感 那种结束的感觉就OK了 就千万不能用多 我刚开始真的是 就这三四泵那种 结束后我头发往头上抹 然后抹完之后 我就发现我的头发 怎么都吹不干 它就真的很像是一顶海藻 做的钢盔 罩在我的头上 就真的很可怕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 褶泥状 反正就不是泡沫的 谈泥素了 首先是这一款 这个牌子应该也是蛮火的 这款呢 是我在还不怎么会 打理羊毛卷的时候买的 所以我感觉不是特别好用 但是现在仔细一想 它应该也是 就是一个及格线的水平 就不至于说太差 但是也不会太好 就肯定没有泡沫的 用起来顺手 它挤出来是那种透明的 透明的折力 它的优点呢 就是用够亮之后 真的可以让你头发的那个卷 变得很弹 但是这个弹力呢 是用硬度换来的 就它跟刚才那个发蓝 还不一样 发蓝用多了之后 是你头发吹不干 然后会黏在一起 黏糊糊的 但是这个的话 它用多了之后 是你的头发会变硬 就是摸起来 扎手的那种感觉 像整体视觉效果上 看起来是好的 但是如果有人摸你的头发的时候呢 就会很奇怪 很难受 然后这款摩洛哥的 它应该是叫 卷发定型舞吧 这款呢 我会比较推荐给那些 就不是像我这样子 先天是直发 后天去烫成羊毛卷的人 而是那种 就是本来就是自然卷 然后自然卷 不是有一个什么 专用的那个护发 叫C什么什么 就是把你的头发 从自来卷那种爆炸头 养成羊毛卷 我个人感觉 这款就会非常的适合你 因为这个 它真的很特别 如果你把它当成 一个弹力素来用的话 你会觉得它很难用 因为它并不会让你的卷 变卷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比较毛躁的自然卷的话 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这一款 因为这个用完之后 它会让你的头发 变得非常的柔软 摸起来非常的顺 非常的舒服 我之前买错了 买过他们家那个直发的定型乳 那个时候我刚刚烫完羊毛卷 然后我就发现 哎我的卷没了 就直了 整个直了 而且非常的 头发非常的软 就是摸起来手感真的很好 但是我的卷没了 就很神奇 然后后面我就把它给了 我的一个学姐 然后我那个学姐 就是直头发嘛 她说用完之后 真的发质摸起来非常的好 就很亮 在太阳底下看起来都发光那种 这款自然卷的朋友们试一下 然后还有这款呢 看到这个熟悉的牌子 就是上次买的说实话 我到现在用次数也没有很多 大概只用了两三次 然后目前为止的感觉是 没有这个好用 我比较推荐于 它是那种局部的用 因为它也是那种 看它挤出来也是那种 像褶梨一样的质地 然后没有什么流动性的 并且它搓开的时候 比这两款都要粘 你拳头大概用了这款之后 先把那个卷弄出来 然后用它来去做线条杆 就把它当成一个发蜡来用 不要枕头用 局部用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最后呢 就是固体的发蜡了 固体发蜡其实我现在用的不太多了 因为我本身没有那么喜欢线条感 这两款我感觉都差不多 就是这种固体的 然后你用的时候呢 就用指甲稍微给它扣一小块出来 真的是很小的一块出来 然后在手上搓开之后 这样子去捏你的头发 然后你的头发就会有那种线条感 我个人感觉这种固体发蜡会比较适合 就头发多 但是就因为太多太乱了 就没什么层次感的那些人 因为它那种线条感呢 它其实就是会让你的几根头发 冰到一起变成一小簇一小簇那种 所以它一定会牺牲你头发一定的蓬松度 不过只能就是如果你真的特别想要那种 很有线条感的刘海 那你可以扣一点点出来 放在指尖然后这样错 然后去捏你的刘海 就给把你的头发捏出来 那个形状 我个人感觉它太高级了 可能不太适合我 所以目前都没有怎么再用了 然后最后要给细软他的同志们推荐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 细软他的朋友们都给我去买 它真的是我用过蓬松发根 目前我就用过所有的产品里面效果最好的 它是Colorwell的一个叫Race the Root 我用它的时候呢 就是在我洗完头之后 干发帽拿下来 吹头发之前 这样子喷一下 然后分一层喷一下 再分一层喷一下 就把它喷在发根之后倒过来 把那头发吹干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发根超级喷 哪怕你只有一根头发 你没有发量 你只有一根头发 那个头发的发根一定是竖起来的 而且它这个蓬松的效果 不是说那种 我晚上刚用的时候它是蓬的 然后我睡觉起来 它就不蓬了 它可以一直蓬松到你下一次洗头之前 当然了蓬松效果这么好的话 一定是会让你的发根这块变硬的 我到现在真的没有见过那种 可以让你头发保持非常柔软 但是又非常蓬松的那种产品 真的没有见过 你想要让它坚挺 它就一定得硬 总之呢就是如果你的头发软 它就容易塌 然后你想让它立起来 它必须是硬的 然后最后呢有一个产品 就是我问那个理发师 有没有给脱发的人群 推荐什么产品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其实我真的觉得樱花妹 他们很奇怪 他们就是很喜欢头发贴头皮的效果 就是服贴 但是又要长头发 又要打薄 我真的就不是很理解 总之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就是一个要用的 看得见吗 AXI 这个牌子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但是它就是一个让你长头发 针对头皮搔痒 脱发预防 促进 头发生长 然后生病或者是产后脱发 都可以用这款 这个呢 因为我刚买回来时间还不是很长 目前也就用了那么几次 大概看不出效果 我以后如果有效果的话 我就要给大家汇报 然后好像这个东西 如果你买不到的话 你就可以去用米诺地尔丁 但是注意这个米诺地尔丁呢 它不是每个人用都会有效果的 而且它毕竟是一个药 如果你要去用的话呢 一定要三思就是不要冲动 一定要遵医主 然后最后想来给大家安利一个东西 就是跟头发没有任何关系的 是这个 就这个蒸汽眼罩啊 在我大概初中的时候 还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火了 但是呢 之前火的一直都是那个薰衣草味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紫色的那一款 我最近发现这个柚子的 比那个薰衣草的要好闻很多很多 同志们 看一下就是黄色的 对 这里 对 这边 完熟的柚子 也有可能跟我个人有关系 因为我最近发现 我有一点点晕花香 就是我以前 有那种花香的香水 我都觉得很好闻 但是呢 到现在就逐渐开始变成 可以闻两三下 但是如果喷在自己身上 一直都能闻到的话 我就会开始头晕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我逐渐开始不太喜欢 那个薰衣草 转头就喜欢这个柚子了 这个柚子味道 真的是很清新啊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 大概内容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剪下来是不是会剧场 希望不要超过20分钟吧 OK 那么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不要记得 不要记得 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